特首梁振英今早出席行政会的时候 突然提到他取消了访经之行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 他只是说他要有事留在香港处理一些事务 梁教授你好 方家一般盛传都说 其实他留在香港主要都是处理梁游 而是清静两个的宣誓问题 那你又怎样看回这个事件呢 我想这个可能性很大 因为这次他牵连了几多人 要帮他手处理今早的事件 包括新闻处长 因为我们今晚应该找新闻处长王先生 来帮我们演讲 可惜他突然之间取消了 搞到我们一头烟 我很相信都是跟梁游宣誓事件有关 因为梁游宣誓事件明天就立法会开会 我认为泛民的人都希望他可以在立法会那里 如期宣誓的 不过不过就是这个高院 有的官司就说要不让他宣誓 那我又觉得 假如他法官批准的宣誓 我想政府也都会上诉 不批准的宣誓也都会上诉 你明白吗 这个是挺花时间的 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政府的运作 都会因为我们立法会开不了会 是处理不了那些法案 是出了问题的 所以整个政制政府都可能去不了 所以这个都挺急的 所以今早梁振英都说得很清楚 我们特首都说 假如是法律上是有什么呢 不排除人大释法 即是用白皮书要方式 解释究竟纪表法的条文 牵涉到宣誓是怎样的呢 假如是这样的话 亦都可以说阻止了他在立法会宣誓 即是他做不到议员了 只不过其实泛民之间 应该就不会那么轻易 就被他决定到的了 一定会继续进行一些抗争 或者是种种的行动 而两人他也都一定会 持住自己 还保持着议员的身份 来到可能想再次进入议会 那你估计其实明天的 立法会復会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明天復会 我想他一定会支持他宣誓 但是建制派的人数更多 比非建制派 所以在这种成分之下 就像上一个星期开会那样 最终一定会留会 我想我们的特首主想处理这一件事 就不希望这个僵局继续延续下去 但是我看不到梁特首可以在我们法律框架之后做到什么 除了北京出手 北京出手当然可以了 因为他是最高的权力的核心 我们都是一国之下的两制 所以他也是没得选择 我也觉得这发生挺悲情的 甚至泛民都不太同意这两个议员 在第一次宣誓里面所说的条文 他觉得他们都不应该这样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又支持他 继续去宣誓等等 所以我就觉得 一个问号究竟是想怎样 所以其实这件事 当然他们两个有承担 承认自己错了之后 是修正 我想泛民的或者建制都会原谅 他都不承认 不可能他们坚持说 他不会 后悔也不会说自己说错话 所以这情况之下 出现今次的所谓僵局 其实早前行政长官和律政司司长 都已经做过司法覆核了 既然他现在特首梁正英 他又说要处理一些事务 其实你估计他会处理什么事务 在前往北京之前 我想是假如礼拜三 礼拜四 即是11月3号 法庭再审理这件事 会不会 我想不到 他为什么不等到法庭有了结果再去呢 我也都不太明白 上个礼拜已经是两个 礼拜三已经一次留会了 你都预期到 明天的会议都会是留会的 为什么他不提早呢 就是上京之前 然后觉得不对路 没有上京 其实上京之行 我相信都已经这件事了 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再处理呢 会不会做一些文件 希望可以北京提早做一些东西 用白皮书的方式 去解释基本法条文宣誓的条款 应该怎样的呢 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也觉得他做事都是五元一点 应该上个礼拜三之后 应该就行动 就不是去到 明天开会了 他才再去 其实明天的议会是非常之 最焦点的 几关键性的 未来的动向也都非常值得留意 尤其是行政长官他之后的部署 加上他之后也都要表态 或者可能会参选特首 这个是稍后的事 搞完这单才是第二单 但是现在个个都不知道他将会 能不能连任 因为出选的人已经陆续出 所以这个容后一点 我们才再谈这个问题 今天讨论就到此为止 多谢